哈喽大家好,我是俊佩 今年的流出里面有一堆的改动 根据他们的开发阶段,应该都会在不久的未来推出 这支影片我们会看一些有机会在2024年APEX推出的新内容 例如是新枪,免费的传家宝,英雄,还有新的功能 但说到期待,很多人就会说 连线这么烂,有什么内容也没关系啦 所以我一直也推它 很多人在X-LED官网上看到我的脸就来问我到底它是什么 X-LED可以让玩家连到不同的现象游戏 例如是APEX,Feleron,英雄联盟 都可以达到减少让玩家最痛苦的问题 连线延迟,还有丢包 而且它方便在很简单就能申请账号 下载也是很方便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界面清晰易用 有看其他实况组的都会看到他们推展 这是因为真的有用啊 正常情况下,你的网络跟游戏15C之间有不同的路径去连线 但实际上有可能被供应箱或者其他的原因选错 APEX在这个方面就是高手了 用了抄轴才修好亚洲联日本服务的路径 简单解释 X-LED会自动找出一条最佳化的路径 连结游戏伺服器还有你的装置 去达到增加连线品质 看我有开还有没开的分别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连线更顺了就更容易锁烂敌人了 现在X-LED还在做黑色星期五的超大右尾 只要购买两个月的订阅 它就再免费送你一个月 现在马上用我的连结 免费试用三天后马上订阅啦 2024的APEX会有很多让人期待的东西 其中一个最多人想要的是新武器 自从16G史迪推出后 已经很久没有新的武器了 在我这些机会的影片里面 有一堆早已流出 被开发者测试了很久的武器 最后在里面的史迪也已经推出 真的跟我讲一样 使用绿像完全取代以前的RF-01 但其他还没有推出的枪也很吸引 其中一个就是自动弩 名字叫切子 在测试阶段里面 它的运作有两种 应该是用转换射击模式可以切换 第一种是箭矢连射 每箭打21 射速比较像是碰火枪的间隔 但感觉后座力比它更大 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爆炸箭 一枪把16字箭射走 射中的起始伤害是40 年终后等一段时间会爆炸 伤害60 虽然感觉好像很强 会有返回伤害 但一枪要用16字箭实在是太贵了吧 当然这个流出已经很久了 整整推出应该也会有调整 说到这个弓箭反而会有人更关心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推出切子的同时 Bullcheck也会放出地面 弓在空头太久了 都忘了是多久但至少已经有5G一项了吧 主因是放出来地面的战力品词就要有箭 但只有他一支枪能用就很难平衡 如果自动弩推出 箭就更有理由放出来 让弓也可以被拿出空头 不过被拿出来的话就要nerf吧 现在弓的参数算是很强 没有子弹的限制会太OP 然后另外一个期待的是 特不多每一季都会有的新英雄 或者是英雄重置 英雄重置已经有不少的三冠流出 90%会是在2024年有生命线的重置 虽然现在因为三次忌讳模式 让他变成一个热门的英雄 选择率直线上升 但在其他的模式 如果你不是选魔流 也很少会拿出生命线来玩 除非是真爱啦 官方看到亡灵重置这么成功 对生命线做出同样的对待也是正常 流出的消息是说 生命线重置会在22-23G左右 重置后的技能组可以参考一下 被动没变 上述技能还是放回补血 没讲会不会连敌人一起补 还是只补自己队 但会改成机器人可以被指定要跟着谁 如果可以指定Dog跟着敌人 可能还可以拿他暴露着敌人的位置 而且Dog是双方都不能相害 打不坏的 虽然这样搞的话 一定要把它设定成敌人也能用它补血 最后大技被改成Shockbot 3000 直接翻译的话就是电击机器人3000 Ospot说它是天使线大技的相反 Horizon的大技是黑洞 会把敌人吸过去的 所以猜测新的大技是把Dog丢出去 他放回附近的敌人就会像现在生命线空头降落 会在降落地点把敌人推出去那样 敌人跑到掩体后就把大技丢过去 只能把敌人推出来 除了他的重置 下一个根据流出完成度很高的英雄叫Jester 直异就是小丑 技能组很特别 也跟Titanfall有点关系 详细会在另外一支影片去介绍整个技能组 下一个会推出的新内容就是新的地图 根据流出它的英文叫Districk 但这个名字比较普通 暂时不清楚中文会怎么翻译 它会是一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地图 是阿玛士还有他妹妹Mila讲大的城市 应该就是这个动画里面看到的地方 你们喜欢城市的地图吗 对比奥林还有王者傻骨 我是绝对更爱奥林 自研生态类的地图 我觉得太多花草草 鼠枝等等的经常挡住视线 所以很期待新的地图推出 说到地图 风暴点在这季更新后 似乎在大家心中的位置已经上升到很高了 你们觉得现在的风暴点有变更好吗 在留言区告诉我 每次讲到传家宝都会很多人说 想要玩到500集还是没有 那就要特别专心听下面这段了 各局流出 未来会有一个 所有玩家都能靠自己去解锁 免费取得的传家宝 这个流出的来源 来自一个已经被删除的酱号 等他放出的资料 暂时有很多 已经成真 所以可信度也不低 这个免费的传家宝会是跟故事有关 玩家可以免费取得 而且装备在任何一个英雄 暂时这个东西的相关流出不多 如果再有资料 我会马上告诉大家 最后一个是家用机玩家最期待的 那就是官方已经讲了很久的 赤世代主机 120帧APEX 如果大家不知道 家用机到现在 无论赤世代主机机能有多好 仍然是被限制在60fps 他们有讲过会在未来推出 但已经拖了很久了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平衡很难做好 因为家用机的辅助秒准有0.6 虽然在电脑用手把也有0.4 这个0.2的参数分别相距很大的 你们有试过就会知道了 如果负描0.6加上120fps 我也想直接买PS5 直玩APEX也值得了 120帧会在什么时候推出 就要看官方如何解决这个平衡问题 下面提及的内容 你们最期待哪一个呢? 2023里面 你们觉得APEX最好的改动又是什么呢? 一起在留言区里面讨论一下 这台影片对你有用的话 请按赞订阅 感谢画面向各位支持我继续做APEX的内容 我是军沛 先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次影片再见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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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